接著我們要上的事情是 我要上的就是所謂的透鏡成像 我們怎麼樣去做透鏡成像 有幾種方法 一種就是我小時候我自己唸的方法 叫做圖法 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教做圖法 我會稍微帶一下 我講義上面的後面有跟你寫 然後他會跟你寫 如何用做的法去做 我過來補充 好這邊我們看一個動畫來告訴你 我怎麼樣做圖法來做 好這裡有一個透過鏡中廣 中廣身材比較大 好這個剛剛的名詞 靜心啊焦點啊主軸啊 好這個名詞剛剛介紹過了 然後呢我們換個蠟燭 蠟燭會發出無限多條光 我們不管別的 我們只管有經過透鏡有折射的光 就是會造成成像的光 好就像這樣子 好只看有折射的光 他的成像 然後呢 所有的光都發出去 要嘛就是有發光 要嘛就是反射光這個不管他了 然後呢底下上面是燭火的發射的 下面是那個蠟燭的底部 所反射的光出去的 然後這樣就會造成我們所謂的成像 好所以透鏡之後都聚在一個平面上 這個在高中以後才會叫做所謂的焦平面 平行蠟燭的光會繪繪到一點 這點叫焦點 如果你沒有平行蠟燭那個角度 但是那個平行呢 就繪繪到另外一點 那這些所有點都會在同一個平面上 再稱為焦平面 在有些解題的時候 有一些老師在解題的時候 用了一些所謂的特殊技巧 就是有用到所謂的焦平面的觀念 以後再說 這邊就是你的物 這邊就是你的像 這邊像 然後呢 這就是你會形成 你的在這裡 如果你這裡放一張紙 那個紙上面就會形成 就你光明到這邊 記在這裡就會形成你的影像 你就看到這裡的蠟燭 就有所謂你的成像 這是一個倒立的像 因為上面到下面下面到上面 成為一個倒立的像 所以你就叫做蠟燭經過透鏡 在這個紙屏上 成為一個倒立 因為是光線實際匯率 所以叫做實像 然後倒立實像 那如果你往前一點一點 往後移呢 還是有像 但是呢會變怎麼樣 模糊 會模糊 往前往後就是會模糊 那麼 這就是你下次 若是要做的事情 你就要找到那個成像 最清楚的 那叫做成像位置 不是前面 不是後面 因為前後都會比較模糊 最清楚的叫做 你像位置 然後我們現在從側面來看 就這樣 左邊是物 右邊是像 那麼我們要交的就是 你要怎麼去用做圖法去做呢 然後怎麼做圖法去做呢 好我們有三條線 三條線 畫圖的時候只要兩條就夠了 交的時候交了三條線 畫圖的時候只要兩條就會定出位置了 好第一條線叫做 平行主軸通過交點 剛剛講過嘛 平行主軸的光會匯避到交點上 所以平行主軸會匯避到交點 第二條也交過了 叫做 通過進心不升偏折 這兩條你就找到那個交點就是 相當就是它的成像位置 你就已經找到成像位置了 你就可以知道它放大還縮小 你可以知道正力還倒立了 但是有第三條 第二條是倒過來畫 左邊平行主軸通過交點 左邊通過進心不升偏折 倒過來走光可以倒過來走 右邊通過進心也不升偏折 所以同一條 右邊呢發現通過交點會怎樣 平行主軸 所以第三條就是 通過交點的會平行主軸 好這三條線會聚在同一點 就是所謂的成像位置 這就是所謂的做圖法來知道成像怎麼做的 做圖法怎麼做的 好 你看到其他在這邊 找到一個成像 有個倒立的實像存在 就是成像位置 那如果放到交點內 會知道我要交的 交點內會怎麼樣 那一樣 發出無限多條光 我們不管去經 我們不管外面的只管通過透鏡的 就發現它有沒有匯聚 沒有 沒有匯聚就表示不是成實像 你放一張只會亮亮的而已 光亮亮的什麼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用眼睛 光進到眼睛 眼睛會認為光會走直線 就會向後延伸 向後延伸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個東西 有一個正立的放大像 所以呢 放到交點內之後 就成一個正立放大像 這個我當回會交 這是當回要交的重點 這個是當回要交的重點 OK 會形成一個正立放大的像 這個像 剛剛說過了 它不是光線實際匯聚所形成的像 它是圓長線所形成的像 所以它叫做什麼像 虛像 虛像 所以呢 放到交點內 會形成一個正立放大的虛像 OK 側面看就這樣子 成為一個 那你也是一樣可以用 我們的三條線去畫 平行主軸通過交點 通過金星不升編折 發現右邊不會匯聚 要延長才會匯聚 將交內點就是成像位置 就看到它是正立 看到它是放大 它因為是延長 所以就是虛像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要畫圖法找出成像 只要畫兩條就夠了 兩條就可以決定了 但是我交的時候我們講了三條 講了三條 但是呢 找到的時候只要兩條就夠了 OK 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 好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未來解決題目的時候 不是用畫圖法 我小時候自己念書的時候 都是用畫圖法 好 我小時候自己從事畫一遍 OK 最小時候我們自己畫一次 好 那我現在我現在有別的教法 但是如果你想用畫圖法 就記得我們會畫三條線 哪三條線 平行主軸 通過膠點 通過近心 不升偏折 通過膠點的會 平行主軸 如果換成凹肉鏡呢 一樣 平行主軸 延長線通過膠點 通過近心 不升偏折 對著那個虛焦點的 會平行主軸 好 平行主軸的光 折射的延長線通過虛焦點 通過近心 不升偏折 對著透鏡另外的虛焦點的 對著虛焦點的 出去為平行主軸 這是凹透鏡會畫的三條線 我們就來看一下 凹透鏡的成像的畫法 好 我們說過了三條線 然後呢 第一條叫做 平行主軸 這條第一條 好 平行主軸的 凹透鏡發散 所以是延長線通過虛焦點 延長線通過虛焦點 第二條 叫做 講過了 通過近心的 不升偏折 然後呢 倒過來走 倒過來走 通過近心的不升偏折 倒過來走 通過近心的不升偏折 然後平行主軸的 延長線通過虛焦點 倒過來走 對著虛焦點的平行主軸 所以第二條就是 對著虛焦點的 對著虛焦點的 會平行主軸 這就是他的 凹透鏡的 會畫的三條線 然後呢 我們從剛才的 你畫線當中 然後大家都經過成像 的位置 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你發出去的光 不管哪一條 只要折射之後 他匯聚就直接 發散就是延長 匯到你的像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個 凸透鏡放在焦點內 當然會趕快成為一個 正力虛向 所以呢 我們畫了線 畫了線 平行主軸的通過焦點 重點是他延長線 重點是他延長線 會到他這個像的位置 頭的光會到頭 尾巴的光就會到尾巴 這就是解決一種考試題目 有一種考試題目 他畫一個圖 畫一條入射光 他問你說 他的折射光是哪一條 你怎麼知道 頭到頭 尾到尾 如果是我會畫的線 沒有問題 如果是我會畫的平行主軸 我通過焦點 通過金星不深 那我沒有問題 他畫別的一條 比如他畫別的一條 那你怎麼做 比如說 我現在畫 這條入射光 射光哪裡 那 延長線要 頭要到頭 所以這是延長線 所以射射光是這一條 不知道射射光是哪一條 就這樣做 所以頭會到頭 尾會到尾 就是我們可以畫的 這是我們要了解的事情 OK 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沒有